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新闻的一开始带您掌握新闻重点 台北市长克文哲参加了东山区里座谈 听取地方意见 对于外界关心他到底选不选总统 他引用了德纯家康明言 要大家耐心等待 消息会调查了市售25款的卫生棉 其中有4款违反了商品标识法 另外还有中药成分的卫生棉 因为缺乏相关检验规范 恐怕没有保障 新闻是否结合了13家有线电视业者 从去年4月建制了新北有线公共监测平台 今年再加码增设了40个监测点 最近监测还带了全市29属 台北市长克文哲来参加了松山区里座谈 听取了地方意见 不过外界关心的依旧是他到底选不选总统 而原本说是6月要宣布 现在又说要延到8月 而且还引用了德纯家康的名言 要来大家耐心等待 至于国民党议员计划来提案恢复 来发放重阳敬老金 柯P则是态度坚决 要强调应该把钱用在社会福利上 台北市长克文哲出席松山区里座谈 针对里长提案要求市府团队尽速处理 但对于自己到底选不选总统却迟迟不表态 他引用德纯家康名言要外界耐心等待 只是国民两党早就等不及 已经计划把柯P纳入对比民调 这更好笑 到时候万一我不选那怎么办 是不是他们的初选全部要重来 那你会不会觉得他们现在蓝绿 都把你当作是最大的敌人 其实老实讲事实的真相是我很调皮 怎么样说你很调皮 我就喜欢逗人家 这个我有缺点 柯文哲自我调侃 如果到时候不参选 民调期不是要重做 但现在不止蓝绿把柯P当作假想敌 国民党籍议员对于重阳敬老金问题 也要市长说清楚 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发起 恢复发放重阳敬老金 要凭会期三读通过 柯文哲依旧态度坚决 对我来讲应该是健保优先 健保的补助优先 这个先解决 如果有一天真的台北市的零负债 要花重阳敬老金再花 现在负债948亿 柯文哲强调市府负债比过高 应该把钱用在社会福利 而非一次性发放 至于外界关心的参选总统议题 柯P还是一贯态度 现阶段隔山关虎斗 不到最后绝不松口 台北大台北书委新闻 邱世民采访报报道 新北市二重书宏道的乐活农园 而这一次在豪大雨淹水之后 田里面的泥土还有蔬菜 都附上了一层黑色的油污 研判是由新庄还有五谷工业区 所排放出来的污水蔓延所造成的 而新北市议员黄桂兰 就特别到场来关心 除了要求高摊局来尽速处理善后 也希望高摊局可以另处一处安全 而且无污染的地方 可以让民众来安心享受耕作的乐趣 这桶都是那个 田里的中金石 位于二重书宏道的乐活农园 历经淹水后满目疮痍 但农友心疼的不是豪雨成灾 而是脏臭的重油污染 因为水褪去后 田里的泥土和蔬菜 都附上一层黑色的油污 这种状况跟一般的淹水不同 农友研判 油污可能是来自邻近的工业区 大探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这顶头这瘀水不是天然的水 顶头这瘀水是新增五国那边 工业区的那个 抽水沾抽过来的 所以我们这边 如果说没得到买 人也会怕 就是说你最初没有 抽水沾 白水沾 要直接摆在那一条大牌出去 不能向这边滑过 那就是白水沾对向滑过 才会这整个顶头都卡一张 这个 铐涅污水 新北市员黄桂兰接获陈勤 立即以自在热活协会理事长郭忠庆 到农场关心 认为新北市高担处 当初规划不周 把热活农员 牵到排放工业废水的水沟旁 才导致今天这样的惨况 希望相关单位 要赶快处理 而且要有一个说明 还有一个负责的责任 这些蔬菜到底能吃吗 我们的农民怎么办呢 他们种了那么多的蔬菜水果 血本无归 我希望新北市政府应该有所作为 发生这个天灾佳人后的事件 我想这个地方已经不适宜在耕种了 那请高担处能好好善后 我们这一些地质 还有这一些抽签服 怎么样的来善后 为了安全起见 黄桂兰呼吁 在油污检验味出炉前 千万不要食用热活农员 所栽种的蔬菜 黄桂兰也要求高担处 另命移出安全无污染的地方 让民众能安心享受更多的乐趣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伦红采访报导 新北市议员唐慧玲 接获了民众的陈情 在新店中正路700巷内 有许多废弃的车辆 停放下来就已经十多年了 不仅是造成了脏乱 还有治安死角的隐忧 因此透过了立委罗民财 还有国有财产署的协调 终于可以将这些废弃的车辆 来脱掉移除 也让环境来恢复整齐的样貌 位于新店中正路700巷内 大鹏滑成社区后方 体外变道旁 放置了四五台的汽车 这些车辆没有车牌 轮胎也都泄了气 被气质在这里十多年了 多年下来造成社区外景观不佳 且还有脏乱和治安死角的隐忧 因此新北市议员唐慧玲 在接获民众陈情后 立即协助处理 发现这块地属于国有财产署 因此透过了立法委员罗明才协调 终于可以将这些车辆全部移植 一整排的废弃车子 甚至牌照已经都没有了 那静静躺在这边 一躺就躺了好几年了 这个造成整个社区的自然的死角 还有脏乱的一个边缘 造成杂草重生 所以今天我们会看了以后 马上立即处理 把这些废弃车全部都脱掉 让这个环境重新整理以后 让它换来一心 说这些车子已经停在这边十几年 然后故意把那个牌照都把它拿掉 那就是规避追查到底车主是谁 所以我们今天的处理方式 就是先请这个脱掉大队来 把这些车子先脱掉 到公有停车阁的地方 如果几天以后车主还是没有来 把它做一个处理的话 那可能就是这个公家 直接帮他们做报废 那你像这块地点 它虽然是狭长的 但是这一些废弃车量 把它移走以后 其实可以拿来做更活化 更有效的利用 这些破烂的车子 放了十几年了 动都动不了它 最后还是感谢我们的立委 跟我们的议员 谢谢 这些废弃车辆在4月26号时 已经张贴移除公告 仍未有车主出面处理 因此按照公告时间进行脱掉一致 不过由于路旁设置的阻挡石墩 让工作人员稍微费了一点功夫 才能够将废弃车辆吊起 而议员唐慧玲和里长乔艳廷 也全程在一旁关心作业过程 十多年来的问题终于获得了解决 而这块区域随着车辆清空 也将恢复干净整洁的面貌 记者杨帮友赵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 消极会调查了市售25款的卫生棉 其中有4款是违反了商品标识法 而另外还有中药成分的卫生棉 也因为缺乏了相关的检验规范 恐怕是没有保障 而中医师就提醒了 卫生棉里面的成分会经由体内来吸收 而对于妇科还有内分泌 仍会造成影响 包装上清楚写着纯天然汉方 标榜附有中药成分的卫生棉 目前市面上种类繁多 主打功能性 价格也比较贵 消极会特别调查市售25件产品 发现有4件不合格 没有清楚标示使用和保存方法 市面上的产品越来越多元 那政府的国家标准会不会太落伍了 业者提供出来的产品 诉求了这么多的功能 政府要不要好好的去定一些标准 由于目前市售中药卫生棉 中药只是附加成分 因此没有纳入主要检验项目 但就怕每个人体质不同 中医师建议还是不要加汉方成分 毕竟使用上直接接触女性私密处 容易被人体吸收 我个人认为还是建议不要加汉方的成分 因为汉方的成分它经由卫生棉 就是经由体内吸收以后 就是其实是会对复刻和内分泌造成影响 添加这些成分对我们人体 对女性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事实上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因应产品使用成分的多样性 消极会呼吁政府应增订卫生棉检测相关规范 业者在研发新产品时也没有相关依据 让消费者购买使用更有保障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游祥亭采访报道 为了推广休闲运动 台北市市林区公所就连续第四年 来举办了桌球的推广赛 而今年除了长青组 青壮年组还有家庭亲子组之外 还多位的台北市议员也组成来报名 大伙就是以求会友来享受体育竞技的乐趣 第四届试灵杯桌球赛日前在区公所10楼大礼堂举办 今年参赛队伍在创新高 一开放报名立刻秒杀 大伙切磋球技享受体育竞技的乐趣 桌球 羽球跟网球 都是比较适合离开学校的人在运动的一个项目 因为他只要自己喜欢到球馆去就可以找人运动 那这是一个可以打的年龄最长的一种运动 那我们希望这样的推广也让更多人喜欢 除了长青组 青壮年组及家庭亲子组赛程之外 今年台北市议会也由副议长叶林传领军参赛 包括陈崇文 李芳如 李富中武 陈彦博等人都亲自上场 更增添比赛乐趣 身为一个台北市议会唯一一个体育的议员呢 今天一定要响应 而且我们找了几位同事一起参加这个比赛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呢 是要推广全民运动 去公所结合适林区体育会共同举办比赛 就是要让喜爱桌球运动的民众 有互相切磋的机会 不但能强健体魄 曾经和谐 也达到推广全民休闲运动的目标 回报到台北市会新闻 游祥婷采访报道 广告回来台北市观传局再度邀请了 飞国演歌双漆歌手Mikey来台 与台北女友女神阿喜来合唱歌曲 介绍台湾美食 希望借由她的高影响力 来吸引更多的菲律宾旅客来台 你看这个地方 海关好 地点好 而且银行便利商店都在这附近 生活经典相当好哦 对了 五月份就要缴房屋税了 这样我就可以走路去缴了 那不出门在家用手机就可以缴房屋税咯 等我秀给你看吧 下载由提供缴税服务的行动支付APP 扫描税单上的QR Code 确认缴税资料 缴纳完成 你看 有各种缴纳的管道 现在可是一化的时代呢 别忘了 五月要缴房屋税哦 欢迎回来凯波大台北数位新闻 新北市政府结合了新北市13家的 有限电视业者来共同监制了 新北有限公共监测平台 在去年4月启动之后 就透过了24小时的监测 及时反映容易淹水的区域情形 而今年13家的业者再加码来增设了40个监测站 使得水勤监测还盖了全市29个区域 让防汛的系统更加完整 为了有效掌握灾情并提早因应 新北市政府去年结合 辖内13家有限电视业者 共同建置新北有限公共监测平台 透过24小时监测 即使反映溢淹水区域的情形 今年13家业者再加码 增设40个监测点 使得水勤监测涵盖全市29区 让防汛系统更完备 全力有限电视自从配合我们政府的全数位化 我们这几年投资相当多的一个成本 整个完成之后来讲的话 我们整个数位化的一个服务 不光是对我们的订户能够提供更多元化 更好的一些加值的服务 并且我们也配合新北市政府做公共监测平台 也可以运用这一套光线网络系统 我们在新北市全区跟同业一起配合 设置了各个的观测点 在很重要的地方来讲的话 需要的人都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地方 能够用手机平板等等来去做一个监测 所以也能够提升加强大家的一个公共安全 对于13家有限电视业者 主动协助市府架设水型监控设备 并提供专业维修 让监测平台24小时维持正常运作 达到降低灾损 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目标 新北市长侯友宜相当肯定 新北市的这个有限电视台 所有的好朋友们 他们把他们的所做的 这个网络的监控系统 就配合给我们新北市的水利集 给我们的学校 来预防我们的整个灾情 所以水情的监测 就谢谢这些企业界 谢谢民间团体给我们加油 给我们支持 新北有限公共监测平台 目前触角以片集三支乌来等片箱 透过有限电视系统的光纤网路 和红外线监视器 除了提升防灾效能 也可作为停班停课的判断标准 有限电视数位化后 各项功能与服务全面提升 不但是智慧家庭的好伙伴 也成为新北智慧城市的好朋友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路红采访报导 今年台北市观传局 就特别耕耘了菲律宾市场 特别在邀请了演唱双气的歌手 Mikey来台宣传 第二次来台的Mikey 跟与台北旅游女神阿喜 一起来合唱歌曲 介绍台湾美食 希望可以借由她的高影响力 来吸引更多的菲律宾旅客来台游玩 台北旅游女神阿喜身穿旗袍 口中唱着地方戏曲 迎接菲律宾演歌双气歌手 Mikey Bostos 一起搭配现代嘻哈rap歌曲 介绍各式各样的台北美食 让二度来台的Mikey依旧惊喜不已 我喜欢去市场 我们在拍摄时 我们可以参加这些小甜的菲律宾 当然是夜市场 有名的鸡蛋糕汁 当然是烤鸡豆腐 就是台北美食 去年Mikey Bostos 即翻唱世大运主题曲 创下百万点阅率之后 今年观传局再度邀请来台 他更自创rap搭配 今年的Undiscovered台北 台北观光主题曲 再度重游台北 因为免签的关系 加上距离又近 飞行时间大概是两个多小时 那整体而言来看 其实对于菲律宾的民众 来到台北 台湾是非常非常方便 而且便利的 根据交通部观光局数据显示 2018菲律宾来台旅客 较2017成长多了四成 台北市观传局 近年来积极拓展菲律宾的市场 预计下个月将会前往马里拉 举行产品发布会 与当地的民众相见欢 希望让他们体验台北的无穷魅力 开播到台北市 新闻曹德华 采访报导 台北市去年会因为交通事故 在一天死亡人数有高达76人过 而其中以行人 还有机车就超过了八成 而这当中 含有不少是因为大客车的转弯视线死角 所发生的车祸 而对此交通部就启动了全台各监理站 所有校园老人聚会场所 还来举办大型车内轮和视线死角的体验活动 希望可以透过民众实际的参与来加深印象 进而注意用路安全来减少类似的事件发生 大客车旁用黄红色区块 标示视线死角和内轮叉 台北市区监理所把公车开进色子国小 观用讲的小朋友可能听听就忘 让他们直接上车当司机就知道 坐上驾驶座 眼前较低的部分视线看不到 原本站在黄色区域的同学 从后视镜看 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这下终于了解 为什么大家都在宣导 要离大客车越远越好 看不到同学 所以他们就会说 原来不是只有我看到车子就可以 是司机也要看到我才是安全的 所以这对他们来讲体验非常的深 同时他们也很兴奋是说 一台车子可以看到进来 然后他们可以这样实际体验 就算是晴天 司机再怎么小心 遇到转弯或是行驶中 就是有些角度看不到 经常发生大型车撞到行人和机车的意外事故 因此交通部启动全台各间里战所的宣导活动 希望民众注意交通安全 我们以台北市为例的话 就去年107年 A145一共有76人死亡 那其中的行人跟机车有64人 所以说站在整个76人里面的84% 除了年纪比较轻的大部分都是年长者 各间里战所不只前往校园 对于经常发生意外的老年族群 同样也会利用活动聚会加强宣导 也希望能进而影响家中成员 一起注意用路安全 避免类似的意外一再发生 台北市推动了国中小教室全面来装冷气 而电气工会就在北市府的牵线之下来捐赠了 社子岛福安国中还有福安国小总共29台的冷气 而市长柯文哲也出席了受赠仪式 而除了感谢工会的捐赠之外 也表示市府正在讨论新的绿能政策 未来换冷气 希望而不是换硬体而是换温度 台北市电气商业同业工会在北市府的牵线下 捐赠29台冷气给社子岛的福安国中和福安国小 市长柯文哲特别出席受赠仪式 感谢工会无私的付出 感谢台北市电气商业同业工会捐赠29台冷气 家长会自己再出钱买两台 让福安国中和福安国小就有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环境 我相信台北市这次的带动一定会带动很多的工会 与企业团体来这个有益的活动 我相信会更多 那又有达到节能简单的效果 台北市推动国中小教室全面装冷气 目前国中装设率99% 国小则是73% 现阶段主要工作是先改善校园基础供电设备 预计今年底188所学校要花掉9.5亿 剩下的48所两年内可以全部完成 不是买电器就有用 买冷气机就有用 你买冷气机来那个 那个电源不能供应了 还是不行 所以我们整个校园的电路要改善 考量第一批冷气装设后的态换问题 北市府正在掩拟未来改买温度 而不是买软硬体 也就是设定校园温度 厂商想办法达成目标 希望借此带动台湾新一波智慧建筑产业 与节能产业的发展 仍有爱美的天性 温山区万有里里长成高美美 而为了里内的婆婆妈妈 就特别来开展了 丝巾的设计造型课程 是吸引了许多女性的里面来参与 而里长希望借由这样的课程 能够拉近和里面之间的情感 也让自己变得更有自信和美丽 星期六的下午 许多婆婆妈妈聚集在 温山区万有里办公室 要来学习绑丝巾的技巧 更重要的是 也能够促进与邻居的情感交流 我也感觉到一件衣服 如果加上丝巾的装扮 可以化腐朽为生奇 变得更漂亮 给他们人生过的快乐 大家勇敢走出来 年纪大也没关系 像我年纪这么大了 我也是七十岁了 我都说人生七十才开始 先把充满丰富色彩的丝巾 对折再对折 抓出对角线 直接围绕在模特儿的脖子上 如果不够分量 再夹上丝巾扣环 闪亮的扣环扣在丝巾上 呈现不同程度的时尚感 如果觉得太单调 还可以尝试网状披巾 让自己变得高贵又大方 老人不是问题 如果就是学会 有的没的也是很棒 里长陈高妹妹表示 虽然这里大多数是资深市民 但是人老心不老 更有爱美的天性 希望透过丝巾教学课程 让婆婆妈妈能够借此学习 外出也能够应用在自己的服装上 增添更多的自信与魅力 凯波大塔北水 请问曹德华 采访报道 欢迎光临幸福城市台东 欢迎回来凯波大台北数位新闻 减速是近几年全球共同的目标 而一直秉持回馈社会 并且善尽社会企业责任的富邦人寿 就和师大减速促进中心来合作 来举办了减速新乐园市集活动 并且也推出了减速工作坊 一同制作的桌游 让大人还有小孩来借此来认识 环保的重要性 先猜个拳 在翻动桌面上的乌龟牌 翻到回收物品的图案 就要找到应对的回收桶 这样就能够获得分数 这是富邦人寿与师大减速桌游工作坊 共同开发的桌游游戏 大人小孩都能够轻松上手 看到垃圾就会喝累 然后你看到什么垃圾 有哪些垃圾 从小开始就可以 开始把这些观念带进去给他们 然后他们从 小朋友就开始可以学习到这些 接触到这个东西 然后我觉得是非常棒这样 为了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富邦人寿特别结合 国立师范大学 共同合作服务学习计划 举办减速新乐园市集活动 邀请学校社团 在地社区发展中心 以及贩售环保器具的公司 一同来涉摊 让民众认识减速的重要性 他们本着他们这样的 这样子的一个发想 然后跟我们在我们的精神上面 相互合作的时候 所以我们的主轴跟富邦合作起来 是一个非常明确 一个明确的那种做法 就是我们共同研发一个 具有教育性推广的减速的桌游 从企业的角度 从学校的角度 一起为这件事一起做加分 我们就能够减缓 塑胶对环境的危害 这样对所谓的企业 或是学校的环境永续 是有大大的加分 虽然天宫不作美 突然下起大雨 但却不减大家的热情 大人带着小孩一起参与童晚 桌游 也学习到许多减速知识 富邦人受期待透过在地生根 与大学一同展开绿色行动 展现一加一大雨二的永续力量 台坡大达达出位新闻 曹德华采访报导 新北市卢州区一家在地的建商 本着造福家乡的理念 不惜成本来委托台湾松下营建 在生活机能完善的南港子虫化区内 打造了一栋台日合璧的完美居所 希望可以结合平日辛苦打拼的朋友 给他们一个真正放松的家 从当初的设计到营造 营田建设不惜成本 请了日本松下营造 来做整体的规划跟设计 包含从外面的庭园的一些风格 到我们大厅的整个风味 到我们的公社的设计 让你回来是一个能够很沉得下 你的情绪 放松你的心情的一个家 除了近乎苛求的日式功法令人赞叹 户外绿意盎然的禅风庭园也是一绝 无论是整排的贵族 充满生命力的松薄 还是田径的水池 都蕴藏着设计者的高度智慧 前面中的这一排贵族 它的作用不单单是有理有外 我们更取其节节高深 然后我们这边的这个水池 它的位置是我们这栋大楼 这栋这个社区 整个社区的一个 它的柴位 那这一枝 这个增薄种在上面 取其飞龙在天 所以这种种在在在种种 都是有经过我们在这边精心的 为了让这个社区能住进来 你能够身体健康 财运滚滚 然后发大财 在一楼挑高的公共场域 不仅有静态的月览室 儿童图书室 也有动态的瑜伽教室 健身房 撞球间 及投篮机等设施 另外26楼顶 还设有空中花园 可让住户从100米的高度 远眺周遭美景 业者以在地情怀 盖好房子 除了希望与换屋人交心 也希望提升住宅的艺术品味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伦宏采访报导 又要变天咯 中央气象局表示 今天各地的气温相当的稳定 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而白天高温也稍稍的回升 中南部仍是上看到30度 不过明天 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移北 明天一早就会开始下雨 而下周又会有一波封面来报道 一直到周五到周日 天气才会逐渐的好转 有太阳露脸 以上讯息提供给您参考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